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2年8月31号星期三 自从海南、西藏、新疆的部分地区严格封控之后 现在深圳、珠海、成都、大连也开始全民检测和部分封控 成都网友热带雨林在社交群发信息称 相关部门晚上7点开会研究成都市府封城 实施5加2静态管理 消息在成都朋友圈持续发酵 引发全城大抢购 成都官方辟谣说不会封城 110先的预言被当作谣言 然后所谓的谣言成真的戏码在中国不断上演 网传消息显示热带雨林已被警察带走 有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尽管成都官方尚未宣布封城 但从昨天开始封控措施明显升级 很多地方被封了 有成都网友贴出小区被铁丝网封锁的照片 好不容易熬过了高温 挺过了限电 可这次突然来的铁皮遗憾 属实有点慌了 四川的朋友们 这一波能挺过来属实不易啊 好可怕的高温 还被拉闸限电 现在又出来洪灾 大家看看中国的网络环境 岁月静好基本没人提了 能活下来成为主题 就这么反复折腾能活下来 肯定不是党的政策好啊 而是自己的运气好 8月28号晚上 大连市官方发布通告称 从29号零点开始对全市公共交通进行管控 市内公共交通车次减到日常的10% 就是减少了90% 其他区域减至50% 全市长途客车旅游包车暂停运营 而且要求必须戴N95口罩 才能进入商场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8月28号 大连市只新增15例无症状感染者 当然他们的数字不值得信任 但就从这个数量级别的患者 弄这么大动静就是过度反应了 8月28号凌晨发通告 大连市民很难去购买N95口罩啊 很多人为了上班上学赶紧出去买 哪有政府这样办事的 也难怪市民怀疑政府跟N95口罩 供应商商量好了 共同捞钱 很多人当天没有上班 没有办法买到口罩啊 突然将交通工具减少 但是没有通知大家不用上班 一边是大量市民涌入地铁公交 一边是只剩下10%的交通工具 这不需要什么高学历 都知道这是胡闹吧 之前的视频我提到过 疫情管控实际上 就是让计划经济大行其道 社会各个功能由官员拍脑袋来控制 但是计划归计划 再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工和须结合起来吧 社会才能运转对吧 没有减少上班人群 却减少了90%的交通工具 号称是为了减少聚集人群 我想这不是一般的没有脑袋 能做出的事情吧 果然车站上车内部人挤人啊 算上海南西藏成都大连珠海 都是旅游度假胜地 我听说最近有很多旅游客酷暑难当 加上限电 跑到北方城市比如大连去避暑 结果祸不单行啊 清零是如影随形 跑是跑不掉的 在旅游景点被困住的游客 可是有的最糟了 海南和西藏的都不知道有没有回家呢 夏天的旅游旺季 眼瞅着就要过去了 国内拉动消费这一项 促进经济的机会就被活活的错过了 刚刚经历过封城的上海如何呢 上海就是其他城市的镜子呀 上海陆家嘴的正大广场 是上海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商场 不仅坐落于陆家嘴核心区域 而且是陆家嘴唯一的大型购物商场 小木我本人呢 以前就很喜欢逛这个商场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 对全国20个主要购物中心 进行了考察研究 报告里说啊 上海正大广场有34%的店铺关闭 该地区最繁华地带的最亲民的购物商场 上海解封快三个月了 并没有感受到有回暖的意思 网友说上海各大主要购物区 包括南京路的人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人们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消费降级了吗 还是怕出来被封在外面拉去隔离呢 还是完全没有心情过日子了呢 也许都有吧 不过别说 陆家嘴有一个地方生意一直就很好 就是陆家嘴核酸检测厅 一直有人排队啊 之前有人说九月份上海的核酸就要收费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实行 说起来商场空空荡荡 这其实也跟教培行业被打击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行业倒下后啊 我们能想象到的就是培训老师们失业了 对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择业来讲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行业吸收了大量应届毕业生 这个行业倒下对商场的影响也很大 比如很多中低端购物中心里几乎成了培训机构扎堆的地方 甚至整层楼都被培训机构占据 还有一些亲子设施 方便家长带孩子去玩 但现在你再去一片空空荡荡 一般来说啊 5%是一个城市购物中心平均空置率的警戒线 网上有一个数据 北上广成都和武汉的空置率均超过5%警戒线 空置率最高的武汉已经达到了9.3% 上海重点商业项目平均空置率接近9% 浦东有家老牌购物中心的空置率甚至达到了34% 现在谈租金很容易了 走进商场一看那个萧条程度啊 业主想要维持价格就非常的困难了 但是新进的店铺一看到这个场景 除非是有经济实力能够挺过长时间萧条啊 不然租店铺的人就会望而却步 还做什么实体店生意啊 8月26号网易新闻刊登了一则 西安餐饮业者的联名求援信 8月中旬新一轮疫情来袭 西安数日临时管控 期间营业额锐减啊 这封求援信说 自疫情开始至2020年8月24号 因疫情暂停营业时间共106天 再加上其他临时性举措至少上百天影响 这期间门店租费员工工资和其他该支仍在持续 对资产投入较重的餐饮业企业来说 但愿老天赏饭 只求活下去 根据奇查查的数据 2020年上半年 共注销吊销37.3万家餐饮企业 仅半年呢 就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32万家 中国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561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了3191亿元 在对比5月6月的数据 显示社会融资更加谨慎 中国社会进入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充足 但是没人想要 降息了大家也不买房 企业也不贷款 国有银行带头不听中央的 不敢给垂死挣扎的地产商贷款 为啥呢 现在坏账是要终身负责的 哦 你今天让我放贷 说是要救经济 明天公司倒闭了还不了钱 谁来负责呢 谢莫杀驴啊 可是中共的拿手好戏 很多听从命令 对百姓行恶的官员 该落马照样落马 很可能还是因为 听了命令才落马的 很多情况下 上头的命令都是口头通知 没有书面证据 现在执行层面的官员呢 也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部分所谓的懒证 是这个原因出现的 中国百姓包括很多基层官员 从上到下失去了斗志 奋斗的意志 有人说胡锡进 赵立坚这些人还有斗志 这些人的鸡血 恰恰是中国百姓 失去斗志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几天国内有一个直播节目 一位公司的高管 说对95后和00后 是可以给他们工作量加码的 在微博上话题 专家称可以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 目前吸引了几亿次的阅读 以及数万条评论 相关评论大多是负面评论 有人说凭什么工作强度要加码 加也可以 工资加了吗 有人说牛马不够了 只能延长拉摩时间了 如果说95后00后 尤其是城市长大的年轻人 跟老一辈比起来不太能吃苦 对某些群体来讲是有一定道理 但看看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 在马云他们996福报的阴影下 也是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 就更不要提那些00后 普遍存在的一毕业就失业的状况了 他们可能儿时过得相对父母年轻时舒坦 父母照顾的好嘛 一到社会 他们面对的困境 就是中共利用人口红利 劳动力成本低 中国百姓更愿意吃苦耐劳 过度投资 过度开发资源后 面临荒废的中国资源现状 再加上在疫情后 全面的外交失败 年轻人出国都受阻碍 说他们幸运 更应该吃点苦 不应该躺平 也真得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了 造化弄人啊 半岛电视台前两天采访了 在中国的几位放弃拼搏 或者比较优先生活的年轻人 当其中一位被问到 躺平会不会演变成对中共的威胁时 这位深吸了一口气 说 有些事情最好不要通过微信讨论 没有说不会 只说不要通过微信讨论 为什么是微信 为什么还可以另找途径讨论 其中的意思 我想朋友们也都了解 中国现在的事情 到底是谁在制造罪恶 就是一层窗户纸 一捅就破 又有人在网上问问题了 请问一般人能扛200斤东西走势力路吗 问题毫无意外的被删除了 这层窗户纸到底谁来捅破它呢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要记得订阅小木谈天频道 也快点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更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置顶留言也有赞助链接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